不是很多 那我想问一下你 你刚才说 以前特别喜欢长头发的女性 有这个偏爱 有这个情节 为什么 因为我妈就是拥有 很长头发的一个妈妈 哦 妈妈有多长的头发呀 很长很长 超过一米六 哇 这样啊 那今天有没有带妈妈来到现场啊 有 有啊 好 我们特别想见一下这位 漂亮妈妈的漂亮的长头发 是不是 让我们掌声有请 哇 而且这妈妈不仅头发长 还特别年轻啊 来 转个我们看看这个长 哇 这么长啊 又黑又粗哎 来问一下妈妈哈 这头发留多长时间 为什么要留这么长 要十年了 我02年的时候就没剪到现在 哦 十年长这么长 放在前面可以吗 看一下啊 哎呀 现在你凉过有多长吗 没凉过 就是洗完头的时候 有人帮我凉下到一米八 一米八 对 平时你怎么打你的头发呀 坚持啊 也不怎么打 可是你自己能洗吗 这么长 可以 我就是用两个婚 一个桶就可以洗了 嗯 啊 所以 给它放下来 跟洗衣服 没有 就是 你这样 你能抓 嗯 自己抓的 对 就只能不能够戳 嗯 戳了 那就不好了 那个法子嘛 如果你别说 我觉得啊 因为我以前也留过长发 我知道 留到一定的长度 它发烧会分叉嘛 会枯黄啊 但是这个 我看到现在这么长 我几乎没有分叉 妈妈特别会保 保护打理头发 你看而且特别黑 特别亮 从来没染没看过 没染没看的 嗯 就是说平常 就是用那个短音的时候 我就用那个啤酒嘛 嗯 做那个副法师嘛 嗯 我就买一瓶啤酒 就做两次 就写干净 然后我就 就差不多 用毛巾搓下 搓干了 要鸡肠干了 我就用那个啤酒 放上去 就按摩十五分钟 然后你再写掉 就透好 哦 哦 你的头发特别光亮啊 特别容易长得长 哦 对 妈妈特别会 护理头发 难怪儿子 这个从小有 这个长发的一个情节 刚才她也说了 她以前都会 特别喜欢 长发的女孩 嗯 应该受我影响吧 受你影响吧 我总那么长吗 是啊是啊 是啊 就是说长老爸要长老爸 就短的要短的好 嗯 是 那 这个谢宾 我是觉得哈 妈妈真的特别特别年轻 那平时跟妈妈感情 怎样 我跟妈妈的感情 就像是 她是我个大姐姐 然后 平常的话 青春区有什么问题 高中的时候嘛 青春区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就特意 特意跟她说 然后 就有一次 我提到了嘛 说妈 我谈恋爱了 然后 我能不能带你分回家 她说成啊 那你带回来呗 嗯 结果我就觉得 她因为她特相信我 这个有自知力 能 呃 解调好我自己的学习 跟情感这种问题 嗯 我必须要强调一点 可能大家看你的 我妈比较年轻 因为她确实 是在我七八岁的时候 才加入我们的家庭 她不是我的亲生母亲 但是 她比我的亲生母亲 还疼我 哦 她 她 九岁的时候 她妈就去世了 嗯 哦 十岁的时候 我才进入这个家了嘛 所以说 他们三姐妹 对我好像亲上母亲一样 嗯 但是我对他们三姐妹 就是他们两个姐姐 也好像 也是 也是母亲的 感情也是好像朋友 要我听好多话可以聊的 嗯 嗯 所以说 这个儿子也挺棒的 如果你们哪个签手成功的话 我也一定跟 帮你们 像亲的 女儿一样 对 我妈妈 我妈的话 因为 只能信得她讲 就是 男男太郎 这样的话 说一话 如果你跟我回家的话 绝对不会产生什么 婆媳间的一些不合 是啊 不会煮饭 我会煮啊 对 你不会 我跟我妈煮 你不喜欢 那也成 我来洗 真的是 我觉得你很幸福 你有这样的一个妈妈 嗯 也是你的朋友 对不对 嗯 好 那我们就进入 第三个环节 爱的再接触 来 女生们请选择 三 二 一 好了 那非常遗憾啊 谢斌 现在呢 就说 你已经没有返选的机会了 因为全场都灭灯了 可是呢 我们还是要问问 妈妈向金团看你们愿不愿意给谢斌这样一个机会 如果给的话 他就可以向他的心动女生来争取一下 对 那小伙子挺不错的 因为他 你看他妈妈是后面才跟 进来组织家庭的 他能跟妈妈相处的那么好 以后哪个女嘉宾进到他们那个家 肯定很幸福的 因为他跟妈妈就是像姐弟一样 确实 加到这个家庭 绝对没有什么婆媳啊 吵架这种 谢谢 谢谢阿姨 来 请张牌 好 现在呢 是有六位妈妈亮了笑脸 好 那么谢斌 你可以向你的心动女生再争取一下了 我们来看一下 他的心动女生是几号 八号 八号的梁雨霞 好 先来看一下八号女生的资料 梁雨霞 二十二岁大专部门经理 个人优势 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和管理能力 所有标准是沉稳幽默 记忆赌博脾气暴躁的人 妈妈标准是孝顺父母有一定的经济基础 好了 那谢斌 你愿意去争取一下吗 争取一下好 争取一下好 有请 谢谢 我刚才在场外看见第一眼 我的世界就全乱了 因为我不知道 我完全不知道怎么讲话 就是这个概念 因为是那样的面那样的漂亮 就是我特别喜欢的那一款 第一眼就变得特亲切 然后就感觉像见到我妈一样特亲切 虽然虽然我那可能不帅 但是就特开朗 只有属于24岁那个扮了孩子这样的一天 如果可能的话 在什么时候一定会用尽一切办法去疼你 不要你受任何的委屈 就不开心的时候会陪着你 不开心的哄你开心 开心的时候我会为你感到开心 我可以想到最浪漫的事情 就是有一天 左手牵着一只狗 右手牵着你的手 一直那个漫步在西洋潮退束 我只想说谢斌有些话多说无意 赶紧用行动来表示吧 我希望不管怎么样还是给我一个机会 让我们彼此都有一个认识的机会 首先能感觉到真的你是一个很真诚的一个男生 然后我也相信谁能成为你的女友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但是我觉得你先起来 你先起来 我想再次想应该我们可以在座交流 先跟我们的成人很好的朋友 也希望你能够遇到 我也相信你遇到更适合你的女生 不好意思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8号女嘉宾 谢谢 来 谢斌 刚才谁说她像唐生来的 对啊 就是她 我特赞 我都觉得你说的太多要糟 我也觉得 8号 梁雨霞 我觉得她骨子里面透着喜欢的男人应当是那种 能够控制得住她的 对 而不是像你如此这般 虽然你已经细数有长 把所有的心思 续续叨叨 但其实她不用看的 她是那样的女孩 当然从你刚啰嗦这一串话来说 我觉得那个不成功的经历 就从50%上升到80% 没错 别说她是女人 我男人听的也有点 对 所以我一直在旁边说 我说谢斌啊 多说无意 多说无意 你说的有点太多了 而且会让人记不住 说了这么多话 其实为什么有两句话 大家笑了 也是最后唯一记住的 第一句就是 看到你很亲切 就跟看到我妈似的 第二句就是 我想象的 你左手牵着狗 右手牵着狗 真的 唯一记住的 是这两句话 所以有时候啊 男人 咱们用平动来表示 好不好 来 好吗 你看 这个 挺遗憾的哈 没给儿子带回 女女朋友 他下了他 对 这两句话 走呗 下来再啊 没事 在我们的节目播出之后 播出之后啊 是吗 好 那么最后呢 我们要把我们的礼物 来自青州 壮族明星有限公司 提供的金银茶具 送给我们的男嘉宾 同时呢 我们要送给 妈妈一份 这个陈建东 这个龙虾馆 提供的价值188元的 代金券 谢谢啊 好 希望你们都喜欢 让我们把小招送给他们 谢谢 好 再见 好 刚才经理 就一句话来形容 言多必失 台下有喜欢我的话 下面的联系方式 那我还只现在 没有